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伊朗的总统选举 强硬派候选人萨伊德·贾利里在早期细票中领先 但未能获得足够票数直接胜出 可能会进入第二轮选举 这场选举的结果将对伊朗未来的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接下来我们转向越南的经济情况 越南在2024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达到6 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复苏势头 然而地外区和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因素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韩关系的最新动态 受到BTS和韩剧的吸引 大量中国游客重新涌向韩国 2023年1月至4月期间 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470% 这一现象显示出两国之间的旅游市场正在迅速恢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据美联社报道 伊朗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 强硬派候选人赛伊利在周六领先 紧随其后的是改革派候选人马苏德·佩泽史基安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的初步结果表明 贾利利尚未在周五的选举中直接获胜 这可能为决选铺平道路 报道中并未提供选民投票率的具体数据 这对于判断伊朗选民是否支持其神业派神权政体至关重要 目前已计票超过一千万 加利利获得四百二十六万票 佩泽史基安获得四百二十六万票 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获得一百三十八万票 神级人员穆斯塔法·普尔勿票超过八万票 日本时报报道 澳大利亚高级外交官保罗·麦勒周五表示 增加UK-US预项目的合作伙伴江氏 他认为美国国会并不愿意扩大这一 由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组成的联盟 而UK-US成立于二零二零二一年 旨在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 首个支柱涉及三国之间的合作 为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 但他们也提出了让其他国家加入第二支柱 以开发其他高科技武器的可能性 麦勒表示 但是经过四零年的努力改革美国出口控制限制 三国几乎不可思议的接近 创造一个更容易合作和共同开发的环境 日经亚洲报道 越南经济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6.93% 超过了第一季度的五 百分之六十六显示出从疫情中复苏的努力 作为东南亚的供应链枢纽 越南在第二季度保持了十二 百分之五的出口增长 主要得益于电子产品和海产品的推动 国内消费增长相对滞后 数据显示前六个月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七八 国业买法政事务部门负责人保罗 梅达斯在与越南总理及其他高层领导会晤后表示 出口作为越南经济的关键驱动力 如果全球增长令人失望 地缘政治紧张持续 或贸易争端加剧 可能会减弱 尽管外国需求低迷 但从长远来看 越南应投资者从中国迁移而受益 分析师对越南经济能否承受加息意见不一 标准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 蒂姆里拉哈潘 预测越南央行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将再融资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 海门负出越南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通过可再生能源和生产率提高来进行新一波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 美联社报道 西蒙·拜尔斯距离他的第三次奥运距离仅有四个旋转的距离 尽管他并未处于五与伦比的最佳状态 但拜尔斯在美国奥运选拔赛中轻松里肩 总分58.9 远远超过他的好友乔丹 齐莱斯 文部迈向巴黎奥运会 然而在拜尔斯身后竞争者名单迅速缩减 希里斯·琼斯和凯拉 迪切洛硬商退赛 迪切洛在跳马时右脚跟腱撕裂 而琼斯在跳马热身时扭伤膝盖 尽管琼斯在高低杠上表现出色 但他放弃了平衡目和自由操的比赛 拜尔斯在平衡目上的表现 越显失常 但他在标志性的尤尔琴科 双翻腾跳马上取得了15.975的高分 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确保了他在周日决赛前的领先地位 拜尔斯的强势表现 使他几乎可以开始计划前往巴黎的行程 米纳密度在香港西九龙一条繁忙公路和海滨之间的一个不起眼的承拔车厂内 香港首个氢燃料加注站自2月以来一直为该市唯一的零台访巴士提供动力 这一项目是政府批准的14个试点项目之一 旨在展示氢燃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尽管许多参与者希望政府加大推动力度 但香港的氢经济计划仍需谨慎前行 承拔的氢燃料巴士由德国公司Lindage KO生产的氢气加注 预计未来价格会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承拔计划在2027年停止购买柴油巴士 以实现到2045年全车队零排放的目标 公司计划明年进行第二阶段实验 比较氢燃料巴士、电池巴士和柴油巴士的性能 以便在2027年做出购置新能源巴士的决定 妮娜米·杜沃演员叶嘉琳在亚马逊Prime系列剧 在阿冲首次亮相 成为首位在英国电视上出现的中国跨性别女性角色 该剧在英国和爱尔兰首播后 迅速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线 叶嘉琳在剧中饰演卡里斯 这一角色的表现被评论家称为绝对搞笑 作为一名移民、中国人和跨性别女性 叶嘉琳认为这一历史性步骤证明了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进入主流 叶嘉琳在中国广东省长大 后来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得市场营销硕士聚位 他在英国的时尚行业工作 并开始参加每周的表演工作坊 最终签约成为演员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增加中国和跨性别全体的代表性 并计划在未来探索更多的表演潜力 叶嘉琳表示 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站在颁奖典礼的舞台上 告诉所有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并传递出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库尔的信息 南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濒临全面崩溃 2008年 菲律宾曾与中国合作开始了一个价值数十亿比锁的铁路项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合作项目因腐败和管理不善而被放弃 如今 菲律宾正在建设其首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基地 对写导弹能够打击中国军队驻扎的黄岩岛 这一军事设施的建立标志住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寓意激烈的对抗 从最初的基础设施合作变成了背叛和对抗的史诗故事 6月17日中国船只 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攻击菲律宾部队 导致一名客种部队士兵失去手指 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菲律宾政府强烈谴责中国的行为 但中国方面则声称是在捍卫其领土 双方的争端风险持续存在 菲律宾曾试图通过法律行动 军事现代化和寻求联盟来应对中国的挑衅 但效果有限 现任总统马克思试图将菲律宾与美国靠近 并支持军事现代化 但也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压力 和国内批评 美联社报道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了朝鲜 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 冲突军备研究组织的负责人 John Laleva安理会提供了详细的分析 证实在乌克兰发现的弹道导弹残骸来自朝鲜 这些导弹于2023年制造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指责俄罗斯和朝鲜 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武器出口禁令 而俄罗斯和朝鲜则否认这些指控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Roberto指出 这些独立研究结果 证实了公开来源的报道 并指责俄罗斯非法从朝鲜获取武器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Vassilin Nebanch 则反驳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并指责美国加剧亚太地区的军事化 朝鲜驻联合国大使Tim Song 则批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 并指责西方国家扣坏全球和平 中国驻联合国副大使蒋首王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和务实 共同努力降温朝鲜半岛局势 并呼吁美国结束对朝鲜的压力政策 展示出无条件对话的诚意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YPO市场 在今年上半年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 但随着几家中国大陆公司提交申请 市场有望复苏 深交所上市公司顺丰控股再次尝试在香港筹集资金 计划发行6.255亿股股票 募集资金将用于提升和升级其在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的物流服务 北京同仁堂健康投资公司 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升级其现有的医疗机构 顺丰控股的潜在大规模交易将是香港主要市场所需的推动力 因为今年上半年香港主板市场的募资总额仅为15亿美元 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邦尼签表示 香港IPO市场的前景正在改善 交易所正在审核超过100分申请 随着恒生指数自4月中旬以来的反弹 香港的市场流动性和估值有所改善 预计2024年下半年将有更多的IPO交易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房坛少年团BTS 此韩剧的吸引力 中国游客在多年困扰后重新涌下韩国 BTS经常光顾的冀州岛成为中国粉丝的热点 旅行社组织的行长包括酒店和佛寺等景点 韩剧欢迎来到三达里的拍摄地 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中国游客在过境第三国时可享受30天免签政策 这使得冀州的中国游客人数从1月到4月逐月增加 4个月的总数超过了2023年全年 随着中韩两国间旅行障碍的消除和低廉的航班费用 中国游客的数量激增 根据韩国时报报道 今年1月到4月中国游客增长了470% 中国国家支持的新华社报道称 第一季度中国游客超过了100万次富含旅行 去年韩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游客第2大热门市场 旅游营销公司check in Asia的总监Gary Bowerman 表示 中国游客考虑到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 可以相对便宜的航班在几小时内抵达韩国 从北京或上海到首尔的往返机票价格约为180美元 这些因素和地理上的近距离史的韩国成为短途旅行的理想目的地 中国游客通常会参观首尔的历史遗迹 K-pop和韩剧的纪念地在中国视频平台上也很受欢迎 许多游客会光顾都市区区域的商店 娱乐和餐饮场所 这些地方都靠近汤的酒店 深圳酒店平台信的包品的代表温迪娇一表示 韩国提供了快速变化的流行文化生活方式 主题咖啡馆和健康以及多样的景观和美食 29岁的中国公民小门在2月访问韩国四天 除了商务会以外 还参观了夜市首尔的尼泰院夜生活区和三星美术馆 他说凌晨三点 我感觉首尔还是人山人海 这种场景在上海是看不到的 釜山旅游组织的全球营销经理威欧英秋表示 釜山的旅行运营商正在等待更多来自中国的直航航班 以促进其海滩 铁路和沿海寺庙的旅游 他说目前只有三个中国城市有直航航班 访客通常在访问首尔后才会前往釜山 如果他们不介意超过两个小时的火车旅程 2017年 由于美国设计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 中国发布了旅行警告 阻止前往韩国的旅行 警告 新冠疫情爆发 进一步打击了双边旅游 直到去年8月 中国团体游彩完全恢复 因为首尔取消了对中国游客的新冠检测规定 宝尔们表示 今年第一季度 73%的中国出境游客平均飞行4到5小时 绝大多数在国外停留不到一周 中国游客在6月中旬前 已经预购了大量飞往韩国的航班和酒店房间 但Forward TG继从6月到8月 中国游客到韩国的增长率仅为11% 专注于高端酒店的新的报品认为增长速度过慢 贾薇表示 今年的到达人数有所增加 但不如我们预期 但他希望明年会更好 但目前看不到这样的趋势 也许暑假会更好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 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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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Toy和�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w Quantilates and robo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Dee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